那其实新的一年开始关于Omicron变种给大家带来了两个好消息 我们还是有好消息带给大家 我们先来谈谈第一个 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两个研究 似乎透露出Omicron真的有可能一定程度上偏向感冒病毒一样 那第一个研究是关于症状的 所以我们可以请董博士先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一篇Omicron的常见症状有哪一些呢 是 这个研究是由健康科学公司之后和伦敦国王学院的联合做的一个关于COVID的 这个Omicron变种的一个目前的最初的这个12月3号到10号这么一周的收集出来的847个案例 做的一个症状的分析 它选的主要是来自英国伦敦的案例 为什么选伦敦呢 主要是因为Omicron在伦敦的流行率明显的高于英国的其他地区 这个有一个地区的特异性 那它报告的最明显的占比最高的前五种症状是哪五个呢 这个就是流鼻涕 头痛 疲劳 打喷嚏 喉咙痛 我们可以一看这个很熟悉啊 就是大家经常见到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 普通感冒的最常见的症状 这个呢背后的原因有可能是因为这个Omicron有一个插入的基因片段 它是来自于人冠状病毒引起感冒的一种冠状病毒的一个插入 有可能那个病毒的这一块基因起来一点作用 因为基因决定它的性状嘛 决定它的功能 所以有可能这个早期出来的症状就显得跟感冒非常的类似 然后再一个这个症状呢 也跟Delta没有明显的一个差异 另外这个症状分析还是主要来自于很有可能感染Omicron的人 在Omicron感染率非常高的这个伦敦这样的地区 就提醒呢 在这样的地区 Omicron感染率比较高的地区 公众们需要知道这些症状 如果发现了这些症状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感冒 有可能需要去排查一下 再一个就是 尽管现在的症状是这五大 但是呢 我们知道这个病毒刚刚出来 也就是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那在将来 在更多的人群中传播的时候 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 还是不能够掉以轻心 我们还要去看更多的病例的 更大规模的一些研究 尤其是不同年龄层的 不同的疾病背景的 这样的更广泛的一个更大规模的一个综合的研究 所以这个症状的清单是正在被科学家们不断的更新之中 我们也持续关注 那另外一个研究是关于Omicron的重症率 所以这个研究又有什么好的发现呢 这个研究确实也是给人们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消息 他也是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的这个研究 来自英国卫生安全局的分析 他感染了 就是也是收集来自感染了Omicron变种的人 他需要一些紧急处理 那紧急的处理呢 一般来说就是比较重的一些情况 一般就是相当于就是说有点偏重的或者是住院的这种案例 那这些案例呢就发现Omicron比Delta的 这些需要紧急处理的这些比较重的人的这种感染率 平均是住院率下降了55%到70% 另外呢就是需要紧急处理的这种比率呢 下降了31%到45% 所以总体来说不管通过哪个率 总体意思就是说引起比较严重的一些症状表现的 这个率呢都普遍下降了三分之一到七十 这种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下降的幅度 所以呢这是对人 至少现在咱们医生们看到这个数字都是心里头 就像放下了一块石头 因为大家最担心就是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怕Omicron 这么快的一个传播 如果它的住院率跟以前相当的话 那这个住院的人数可以是巨大的 所以看到这个数据真的是大家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 我也松了一口气 其实就是说它的就是说这个对我们的医护人员 对我们的医疗系统至少给压力上减轻了很大的一个压力 再一个就是但是高性的同时我们要看到这个数字呢 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毕竟呢它是来自于一个比较少的样本的一个数据 所以呢我们因为现在Omicron现在整个的这个住院率数 收集上来的还比较少 也就是几百例的这个规模 而我们就是说以前的Delta变动 我们都是看到上万例的数据 我们来系统的分析 所以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是一个局限性 样本量有限 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说 因为呢它没有特别有效的检测以前这个感染的这个情况 所以呢它排除了以前感染过的人 收集的全部都是第一次感染这个病毒的人 所以跟整个人群的实际的感染情况 还是有一点差异的 不是一个广泛的代表性的一个一个样本 对那就是我们再来看看这群人 他们疫苗接种的情况 这个疫苗接种的情况 目前呢就是说打了三针的 是13% 12.9 然后就是打了加强针的 另外呢只打两针的是56% 所以说完成了全程免疫接种的就是56加13 就是69 这个整体的比率跟截止到昨天 我看到的英国的整个全国的接种率是70 是差不多的 再一个它这没接种疫苗的是20.5% 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未知的 或者是只接种了单剂的就没有放到刚才的分类里头 总体来说跟英国整个国家的背景的这个接种率的水平是差异不大的 所以说再一个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死亡率 死亡率就是我们大家也非常关心的一个数 当然这是在住院病人收集到的死亡率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10.6%的死亡率 这个在以前的跟以前的变种病毒 以前的旧病毒和Delta这些 整个的比起来 大致是等同的一个水平 所以也让人看着这个数字比较安心 然后它的年龄呢也是52到96岁不等 这是英国的一个数据 那当然我们知道英国在这方面做的是相当的完善 而且是整个国家的数据持续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医疗系统 一个团队在密切的跟踪这方面的数据 每周出一个更新的报告 另外还有很多的文章及时的发表 而且现在它也是Omicron感染的 全球感染的最多的国家 每天的对它占了百分之五十几到六十的这个比率 全球的Omicron案例 所以我们期待看到英国更多更大的 一个更大人群的一个研究 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一些有价值的资讯 如果有最新的研究 也会持续跟观众朋友们更新 那英国卫生安全局它有强调说 尽管Omicron患者住院率比Delta是小的 但是由于传染性增加了太多了 所以英国卫生安全局说 实际上患重症和需要住院治疗的人数 可能是巨大的 所以为这句话又添上了一层担忧 我们究竟能不能期待 Omicron像感冒化的方向来发展呢 那其实好像似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先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 到底这个住院人数会不会下降 还是说会是巨大 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住院率 虽然比以前下降了 30%到70% 咱们就说55%到70%的这个比率下降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激素 它现在这个传播率非常的快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这是来自英国卫生局的这个数据 他们就是把以前出现的 所谓的主要的主要的主要的关注变种 Alpha Delta Omicro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给大家标出这三条线 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不那么受关注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变种都在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Omicron它升高的这个斜率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速度的话 跟这个时间轴是相关的 所以又把所有的这个 相当于把所有的这个变种病毒 都排到一个队伍里面来 对吧 我们在一个起跑线上 我们用同样的时间轴 看它的传播速度 所以看到这个Omicron这个绿色的这条线 是跟其他的线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斜率 它就是几乎是七八十度 甚至这样的一个直线的上升 然后跟它仅次于它的就是Delta Delta的上升的斜率 大概是五十到六十这个样子 那我们也从Omicron这个曲线上的最高点 截止到现在拉了一条横线过来 是这个黄色的虚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就看看Omicron传播到十万 就这个累积的病例 十万的这个病例的时候达到的时间 跟Delta当年它从第一例开始 到传播到十万累积案例 所需要的时间到底差别有多大 我们一看Omicron大概需要花的是 三十五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时间 然后Delta花的是八十天 所以Omicron八十天左右 所以Omicron就是用了不到Delta一半的时间 就达到了跟Delta一样的传播的人数 就是累积的案例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Omicron传播的这个速度 增加的幅度 所以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住院人数 等于它的实际的案例数乘以它的住院率 那如果住院率下降了百分之五十到七十 但是它的这个传播速度增加了百分之五百分之百 或者是这个数字我们不确定 还要继续的再收集 那目前看来这个咱们看到的有不同来源的数据 是每两天倍增一倍 那如果跟Delta比它的速度增加了一倍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惩罚 那最后出来的这个住院的人数可能还是会增加 那当然这个都是一个假设 我们后面就是用这个后面的这个研究数据 再来继续的为大家监测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变成像感冒病毒一样的 这样的当然大家都是新年开始 都非常期望这个病毒能够给它弱化下来 就是真的就是人们就找到一个走出这个疫情的这个方式 也是一个解决办法 如果真的是能够变成像感冒一样 只是一个轻微的感冒症状 那我们就当感冒来处理就好了 是吧 但是呢病毒呢 根据病毒的这个这个特点呢 它是由基因来决定的 基因决定功能 我们确实看到这个Omicron 它可能是有一个感冒病毒片段的差弱 但是呢 它毕竟还是一个新冠病毒 它99%的这个病毒的这个序列 还是一个新冠病毒的序列 对吧 然后它有这么多的突变 还有很多的突变 包括人的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个影响是什么样的 人们还不清楚 所以我们可以 实当的乐观 但是不要盲目的乐观 还是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 在后续的 在结合这个基础研究的数据 和临床观测的数据来综合的判断 现在做任何的假设都还有点为时过早 所以呢 这就是我个人的这个观点 就是至少认为 这个Omicron详细的这个致死率和重病率 和致病性的这个数据呢 我们至少还需要再看三到三个月以上 这样收集出来一个比较全面的 完整的 它对人群的影响的数据 才是比较客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态度吧 是吧 另外呢 这个大样本的数据也能允许让我们去 按照年龄层啊 中青年中年老年 不同的年龄层还有儿童 来进行分层的比较 还有不同国家的 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 这样不同的防疫措施的地方 都进行一个比对和观察 所以大家 对在这个未知 这个Omicron病毒对人群的影响 还未知的情况下 大家还是要保持一个 一如既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 和这个作息的习惯 保持一个身心的一个平稳和健康的状态 时刻不要忘记 爱护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 然后来加强我们的抗病毒的免疫力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